戶櫃車一輛接著一輛 大塞車綿延數十公尺 而這樣的景象近期幾乎天天發生 就是因為夜門叛軍再度大鬧鴻海 可以看到郵輪在海面上爆炸 燃出熊熊火光 鴻海危機再度上演 造成全球多個主要港口出現塞港現象 導致許多船舶轉靠高雄港 紅海事件因為紅海事件造成一些 東南亞特別是幾個主要港口 有呈現出塞港 那塞港所以航商的部分 有把有一些貴量 航線的部分有轉移來高雄港這邊 一到六月的作業貴量 大概比去年同期比較起來 貨櫃司機抱怨連連 因為除了紅海事件 在這上當地又在興建貨櫃車 專用車道 雙重夾擊 每天光是在港口主要道路上 就要塞超過兩個小時 真的很煎熬 航運巨迫馬仕基也認為 全球貨櫃櫃塞港 落到問題將延續到第三季 推升運價持續飆漲 小學員陳時首 新聞 葉劉富慈綜合報導